欢迎来到小哥播报 看得闹 更看门到 2023年7月22日 张宇成先把单单游击手打第九棒 5G下半第二打席 大都会先把投手是当今年新最高的选手 Max Scherzer 第一球先来一颗掉出外脚好球带的滑球 试探张宇成是否抓数球打灰空但被选掉 第二球就塞数球进来了 片内角要带高位置 但值得注意的是张宇成急球时机是到位的 只是急球点差了一些本来后方界外 不是有Francisco Everest应该也注意到了 跟紧配了一颗滑球制造的速差 但学者塞到近红中 张宇成大棒一挥 左外野方向上去绿色怪物羊春炮 球机第五轰出炉是关键的追评分 张宇成显然也已经做好来变化球的准备 留住重心四级攻击 而且这轰是名副起始的高射炮 羊角高达40度 竹竹比黄金28度多出12度 赛前本季大联盟羊角40度以上的全雷打 只占开轰总数2% 羊角这么高还能掌握急球点 康这么强劲并不简单 急球出处104mm 飞行距离369英尺 攻左外野方向相当适合 Staycast显示 张宇成这球在19座球长出的区域 另外张宇成上次对华球开轰 已经是2022年8月6日 也是近期对华球的第二支安打 对变化球的掌握逐渐进步是相当好的消息